张思广与郭恩奇夫妇 两人原本从事中式餐点及西式料理的工作 没想到一头栽入玫瑰食用花卉料理的行列 二十年经营有成 第一次参加素有果酱界奥斯卡奖之称的 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 就荣获一斤一银四桶的殊荣 可谓一鸣惊人 张思广与郭恩奇嫌抗力 二十年前有感香料食材取得不易 加上埔里有花卉之都美名 毅然决然投入农员耕作 今年适逢每一开四度二十周年 出事提升及一名惊人 县府农业处处长陈瑞信 特别代表县长林明珍之业 肯定他们的创业精神会满头正光 张思广以及郭恩奇夫妇 参加英国的柑橘果酱类 获得的一斤一银四桶的殊荣 恭贺他们获得这个世界金牌奖 世界的一定 它是柑橘果酱大赛 所以它主体一定要有柑橘 然后玫瑰花想加进去 是因为想让国外的朋友知道说 台湾有很优质的食用花卉 张思广夫七两原本都在餐饮界服务 本来想要自行冲业以食用花香料为餐厅特色 没有想到一头栽入农业 光是土地班根有机认证花了五年 才开始种植食用玫瑰花 从一开始的博被看好 渐进到民生远播 可贵二十年某一件 因为我个人比较擅长是比较香料类的料理 然后玫瑰花它本来就是香料类的一种 那我们本来回来其实不是要专门种玫瑰花的 我们是想要开餐厅 可是要一个吸引人的主题 那那种做普理吸引人就是花都 那要一个花都 用一个最吸引人的话 其实最吸引女生应该就是玫瑰花吧 所以那时候选定的主题 是我们那时候餐厅的主题的食材之一 返向之后从事有机食用玫瑰花栽种 历经品种选择到土壤改良 经过二十年的岁月历练 逐渐在业界打出名号 吸引到各大饭店餐饮主厨采用 并参加在英国举办的 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 以制制柑橘融入莓果酱 一举获得 一金一银四同的好成绩 不为人知的心酸与汗水 争口情甘奶 记者曾公佑 普里正采访报道 有没有人知的身体